其实冰敷和热敷有挺多人搞不明白 热敷有利于血液循环加快 然后好得更快 这很多人都喜欢热敷 崴脚之后呢 24小时之内 它是一个出血区 是血管破裂了往外出血 那么这个时候是适合冰敷的 冰敷的作用是使血管收缩 使软组织减少肾出 那么它有消肿止痛的作用 那么24小时之后呢 就像您刚才说的要热敷 热敷有助于活血化鱼的作用 所以说如果你20小时之内热敷 它出血量还会加大 好 看方红这位朋友的问题 你好 我脚崴了好几个月不疼 有时候感觉轻微胀痛 有时候会肿 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说几个月之后的这种慢性伤 还出现胀痛或肿 我建议首先排个片子 排除一下它里边有这种微骨折的这种现象 如果说没有骨折 那么很可能是它形成了叫做创伤性关节炎 在崴脚的同时呢 造成了这个关节面的这个骨的磨损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多做理疗 一旦出现肿了 我们可以做些超短波啊 红外线啊 这样种理疗 同时呢 吃一些关节软骨的保护的药物 那么对它是有好处的 二小姐说脚扭伤后一阵 左右扭总是有点疼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那就得看它关节的松弛程度了 如果说特别松弛 那可能就是说一走路就崴脚 那可能就得坐武术了 如果说没到这种程度的话 在日常生活中就给它带上一个护槐 根据这个槐的这个力量大小 调整这个护槐的这个松紧度 对它是有好处的